作詞 李宗盛 李宗盛 文 張明 李宗盛 我們就來談一下 快木這個字 它的起源 為什麼叫快 因為快木它有兩型葉 一型是真狀葉 像松 一型像冰片葉 像薄 會松薄之葉 與樹故於快 就是一個木在交會的意思 所以你看這個是因為寬木只有在小時候剛長的 苗木長出來時才可以看得到那些症狀葉 這個是榮國 榮國你很容易輕易在榮國 在不管老樹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剛出生的今年剛長出來的葉子是症狀的 所以這個是今年剛長出來的 那這個是舊的以前的 這個症狀葉一個靈異葉 所以會生活之葉與因素 所以故隱快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那日本的稱呼呢 台灣有扁駁跟紅塊 那請問日本的扁駁叫什麼 扁駁日本話的叫什麼 花伯 不是花伯 日本花伯台灣沒有花伯 台灣的快樂 台灣的紅塊 台灣的紅塊日本 台灣的紅塊日本話叫什麼 因為你們都只會講Hiroki 所以Hiroki指的是扁駁還是紅塊 紅塊 甚麼很快 Hiroki 美里基一定要紅塊 美里基加紅塊 我聽到百分之百的紅塊名稱都沒有人唸最 Hiroki是辨柏 你講的對 Hiroki是辨柏 另外一個紅塊 叫做メリキ 是メリキ只是發音錯而已 對啊 因為一直大家都會發錯 那為什麼叫Hinoki 漢字 漢字的Hinoki寫著什麼 不是漢字 就是他日文寫著Hinoki 的意思是 Hinoki 就是本國 那Hinoki的中文翻成中文的意思是什麼 子役的意思是什麼 跟文字熟貴的地固 我沒有說過日本教育 我看到這樣 我看到了 Hinoki就是火之木 氣就是火 那就是德嘛 氣就是木的 其實就是火之木 為什麼要叫火之木呢 為什麼會叫火之木 木頭燒成火啊 不是 是因為 好 我把這個 你看 他怎麼寫的就是因為 蝙蝠的含油量很高 所以是早期日本人 早期日本人 因為早期日本有很多蝙� 日本人早期 最早期先民 他們是用什麼 用蝙蝠來鑽木取火的 所以很容易取火 取到火 所以他們把蝙蝠 就叫火之木 所以他們把蝙蝠 就叫火之木 所以你以後知道火之木 指的就是火之木 台灣人其實大部分的很多人知道 蝙蝠是塊木 然後不曉得蝙蝠的名稱 由來 不曉得它原來叫火之木 就是因為它是專木取火的用的 蝙蝠 蝙蝠 那蝙蝠呢 蝙蝠叫什麼 蝙蝠叫做 不是蝙蝠 台灣所有人 所有的台灣人都把蝙蝠叫做蝙蝠 蝙蝠 他其實叫做 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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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蝙蝠 蝙蝠 台灣人刷出來不好發 蝙�蝠 不好發 到最後不能講說蝙�蝠蝠 蝙蝠蝠 不好發 到最後不能講說蝙蝠蝠蝠蝠 蝙蝠蝠 所以你知道那個木材廠都把 都把那個 黃塊叫什麼 他們都把黃塊叫蝙蝠 蝙蝠蝠叫蝙蝠 蝙蝠叫蝙蝠 蝙蝠叫黃塊 黃塊 對 因為在英文叫做 Loc的 就是黃色的 那個三木類的 所以兩個是不一樣 一個比較偏黃 一個比較偏黃 有這樣子的狀態 所以 黃塊真正的叫做 蝙蝠蝠 蝙蝠 可是因為我們其實 台灣人不大會發整個音 蝙蝠蝠蝠 然後他說蝙蝠蝠蝠蝠 音就跑掉變成蝙蝠蝠 那你知道就好了 你還是講蝙蝠蝠 你看怎麼區分 你只要去台灣的 只要任何的神木區 不管是蝙蝠蝠 或者去哪邊 你只要看到 這個樣子的 底下很粗大 然後都會有洞的 而且沒有很多高 就開始蝙蝠 這個都是紅塊 蝙蝠蝠蝠 對 你看蝙蝠比較不會分岔 比較不會得病 然後通常是一根直挺挺的 所以日本人很喜歡的就是蝙蝠 很喜歡的蝙蝠 當然還有蝙蝠會取紅塊 價格更高 更好的 待會會講 那從外型上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兩個外型上不一樣 所以你去看那些神木區區 大部分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紅塊 鞭蝠比較爽 因為鞭蝠長得比較慢 鞭蝠長得比較慢 沒有紅塊長得快 而且它的木材會比較均 均勢 因為前一陣子幾年前 我一直想要學 因為我想說 山上活的數目已經 認到差不多了 想要去現在開始想要認什麼 認屍體 尤其台灣呢 很容易去看到屍體 就是漂流物 所以只要有颱風來 就可以撿漂流物 然後撿漂流物 你就發覺說 那些撿漂流物很非常厲害 你一看就知道 嗯 這又不是鞭蝠長 還是鞭蝠長 還是哪一種的 然後他們稍微看一下 大概就變色的出來 我就想要去跟他們學 哇 這麼強 這麼厲害 我活得很會認 死得不會認 然後我就去木材廠 就跟他們學 然後去他們木材廠 因為他們其實都有木材廠 然後他這個老闆就切一片給我聞 他說給我這一片給我聞 他說這個是檜木 你們一看 我一聞 我知道是檜木 可是我從來沒有聞過這個味道 我說你皮還是皮 我說檸檬的味道 檜木竟然那個味道是檸檬的味道 我第一次聞到那個樣子 他都說 對啦 就看他們那個檸檬塊 檸檬塊 我跟他變笑了 他嘔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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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檸檬塊的 他說 他嘔直我 含油的量特別高的時候 就會發出檸檬的味道 所以檸檬塊 對他們來講是很珍貴的 他們認為是非常棒的 因為他含油量非常高 含油量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比較不會有重鑄 含油重的不會去鑄 所以呢 這個就有趣了 我第一次聞到那個檸檬的味道 那你再看 這個檸檬 我第一次拿到 我以為是紅檸檬 也會紅紅的 他說不是 因為你含油量很高 而且你剛切下來 就是這樣紅色的 再過一陣子之後 他就會退 顏色就會變 油就會被挖掉 那他們 你看他這個樣子 這個 壞物的那個 心裁跟邊裁很明顯 邊裁是白色的 心裁是紅色的 那這個白色邊裁 他們叫做檸檬 他們白色邊裁都不會用 一定會把白色邊裁拿掉 因為白色邊裁沒有含油 所以很容易被重鑄 所以他們一定是把白色邊裁切掉 然後只留在中間這個地方 那含油量代表什麼 它防蟲柱 非常厲害 所以呢 防蟲柱 所以 這個是台灣 全世界六大寬物裡面 台灣的鞭駁 是含油量裡面最高的 我聞過那個 日本的花博 日本的 那些美國的都沒有那麼香 所以台灣的含油量越高 就代表它 蝗蟲柱個厲害 就越厲害了 那還有就是 台灣的塊木 紋路非常的漂亮 你看這個紋路 三型紋 非常漂亮 其他塊木 有些紋路沒有很漂亮 所以你看這麼漂亮的紋路通常會做什麼 你看 那個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它就三型 就這樣 這樣紋路非常的漂亮 那尤其是塊木紋路更漂亮 所以因為 塊木的 油含量很高 而且它的紋路漂亮 所以在世界上的塊木裡面 算是 算是品質最佳 品質非常好 可是塊木你知道 早期台灣的建築 根據其他台灣的建築都是用塊木 都是用塊木 可是塊木不會用在一個地方 在建築上不會用在一個地方 幾個地方它不會用塊木來做 就是什麼 地板 地板 地板它不會用塊木來做 為什麼 因為真葉樹 這種真葉樹 叫做軟木 擴葉樹叫硬木 真葉樹軟木 所以大部分 有幾乎大部分的真葉樹 都不適合拿來做什麼 做地板 因為太軟 太軟了 你如果湯匙要拆一下 就會把它刮出來 而且不適合做桌面 因為做桌面 你在上面寫字 或在上面稍微敲一下 就凹了 所以這種軟木材 這種軟木的真葉樹 不適合做這種桌面 或者地板 但是有一種真葉樹 可以 它硬度非常高 就是紅豆山 紅豆山很硬 所以紅豆山可以做什麼 做筋 那個準 那個 腳板 它是非常硬 而且耐水的 在所有真葉樹裡面 就做了紅豆山 所以你看它 山頂了 它很大皮 豆花皮 都是紅豆山 因為這是非常耐 它上面還不用墊什麼東西 這是寬木的特色 那 這個東西就要說一下 因為 台灣是多餘的缺水國家 上次那個誰講之後 就有趣了 這句話就很矛盾 多餘的缺水國家 現在很離譜 多餘怎麼還會缺水 那所以呢 那是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 台灣 水很多 可是留不住 那留不住的原因 是什麼原因 因為天 有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什麼 就是 天生的 對 台灣天生的 那再來就是 那我們看 是世界排名第18的缺水國家 你想想看 台灣的棉雨量是2500多公里 2500多公里 其實是很高的 可以接近雨淩的那個雨量 所以是世界平均的3.4倍 竟然是2500多公里 竟然都缺水 那就很明顯了 台灣的地形 很特殊 所以造成 流不住這些 流不住這些水 所以呢 第一個就是 其實重點就是 山坡陡峭 河川短處 山坡陡峭 而且台灣腹地很窄 是窄型 窄長型的 所以嘛 留下來很快就流到 流到那個海了 可是人家國家 大陸的其他大陸型國家 是要留很長很長的 那我們是這樣子 這樣 你就沒有住一大海 你根本沒辦法接流它 很不容易 那還有當然是人口很多 人口太多 你需求量要高 但是 我們剛剛講 其實檜木林 台灣全 台灣中海拔 其實大部分都有檜木林 那檜木林 濕度是最高對不對 其實檜木是台灣很重要 涵養台灣水庫非常重要的 天然的水庫 可是我們從哪時候開始 所以 早期的每一條大河中游 都是檜木的故鄉 現在不是 現在是 只要遇水就泛濫 沒有水就是什麼 就是 枯滑 因為 為什麼這樣 因為從台灣從1912年 就是民國一年 到民國八十年 這中間日本跟國民政府 這個 防木的關係 總共發了八十年 把台灣的中海拔的 快木幾乎 防得差不多了 那你就知道 那個天然的水庫 不見了之後 你就要蓋什麼 蓋人工的水庫 那蓋人工的水庫 你會遇到什麼問題 殺 對 那沖刷的殺 就會什麼 水庫的說明就會解斷 所以你把快木 砍到換 換什麼 換外匯回來 可是你要把那些外匯 又拿來蓋水庫 然後再來進行於你 是不是 是不是 等到討人 那這個是 沒辦法 會碰到這樣的狀況 所以 J.G.Wall 是我一直都會講的 魯迅 在民國初年 在民國初 他就講過 林木伐寂 水則煙窟 將來的毅力水 降好水一等降 所以將來的 戰爭會為什麼戰爭 水戰爭 所以你看像現在的那個 中國下面的幾個 那個 那幾個 南亞那幾個國家 都是從 他的水都從 一條河這樣下來的 他們就會有什麼 就會增水 上面如果做水庫 把水截流了 那他們現在就 就沒有水喝了 所以 早期我們小時候 喝水還要錢啊 林吉他可能去 花錢去買水 可是到後來你竟然 喝水要去操操去買水喝 那時候我就一直 買不下去 所以人家要錢一倍 你就覺得說很受不了 可是現在已經很正常了 所以就是要買的 用錢買的 全台灣真葉樹木材最多是哪一種 就是這一種 真葉樹木材去盡量全台灣第一的鐵山 鐵山已經大概在海拔2800以下左右 那鐵山非常漂亮 鐵山其實基本上 在過各位都用過鐵山 只是你不曉得 鐵山 你看鐵山就是因為他們 他們木材很重 大概2500到3100 太亞族人他們把鐵山叫什麼 叫做亞爸 亞爸什麼意思 亞爸就是爸爸的意思 因為他非常粗高 然後又壯 非常的壯 所以他們把它施作什麼 施作為太亞族的 太亞族的爸爸的父親樹 太亞族的父親樹 就把鐵山當為太亞族的父親樹 那中國人的父親樹是哪一種 母親花是什麼 金香花 宣草 那父親樹呢 母親是花 母親不會用樹 母親是花 那可是父親一定用樹 不可能用父親的花 父親是樹 父親樹是哪一種 鐵山 不是中國 你們不曉得 我們待會兒講一下 好 這是鐵山 哪在做什麼用途呢 跟各位講 你們都用過 而且有可能被老師拿來用過 這是我們中小學的客桌椅 我們中小學不是現在的 我們當時那時代的中小學的客桌椅 那客桌椅的木頭都是用什麼 用鐵山做的 所以很重 你看 你若睡得不好 你就怕打手心就不要拿 那他的日文叫做 然後漢字寫成母木 那 所以呢 有一個人去那個 去那個 那個 那個孩子生出來 他要去買 要去買一個嬰兒床 買嬰兒淋子 然後呢 那個木材商就特別跟他想說 就用母木做的 那個嬰兒嬰兒床是最好的 因為什麼 因為就像母親懷抱著嬰兒一樣 那日本人也把鐵山 當成他們的母親的樹一樣 所以叫母木 台灣的木材商 不會把鐵山叫鐵山 都是叫母木 所以他們都是依照日本 早期日本的稱呼 在沿用到現在 那鐵山拿來做什麼呢 說起來很可能 鐵山拿來做什麼 鐵山拿來做什麼 做幫忙 做幫忙 做帳 做帳 鐵山拿來做幫忙 對 這麼好的柵 鐵山拿來做幫忙 還有鐵山拿來做幫忙 所以有陸式義教堂 用備滿宅的母木做的幫忙 鐵山也是 早期十門水庫 等那個水庫做的幫忙 也是這樣 那幫忙就知道很清潔 還要拿來做什麼 拿來做紙漿做報紙 在那邊幫忙就是用鐵山的 鐵山的拿來做 因為什麼 人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因為多 多便宜 多就代表什麼 金色的造成 的兇 不是在於它的木材質量好多 而是在說 因為它很多 多就便宜 便宜 便宜就拿來青菜多 台灣人就是 人大部分就是這種心態 因為青鬼看都是這樣 你就不會珍惜 等到用到 就沒有了 繼續抬起來 就這個樣子 早期就是用這些東西 把它來做這個 做幫忙 做這樣幫 做這個柯州 非常好的木材 啊 對 老對 好 剛剛講的鐵山是太亞主人的父親術 這個是中國的父親術 中國的父親術 是什麼呢 如果你有 你會唱黃昭軍 你會唱黃昭軍的話 就會唱到這個 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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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父親術 就是鄉村 你會想說 如果你家裡有種鄉村 鄉村是不是小小稀稀瘦瘦的 對啊 他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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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沒有想過 鄉村其實可以長得非常高大 非常粗壯 像這顆 這顆看起來像鬆的感覺 那其實你看 它這邊是葉子 就是鄉村葉子 你看 對 這個其實你看 非常粗壯 為什麼中國都拿它當父親術 就是 父親術的條件必須是怎麼樣 它是非常的高 非常的壯 而且筆質高壯 那它就是這個樣子 可是我們家裡種的鄉村 細細小小瘦瘦瘦 根本說父親術 怎麼這麼負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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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劇歌詞裡面也有提到 啤啪一疊 然後後面唱著唱 就要 deriv 第二的情柴 春宣指的就是父親一個母親 第二指的就是兄弟 因為那叫做長帝 有一種 ej花 那種叫做帝 然後它 二是相連的 所以他把这种地叫做比喻成兄弟 所以王兆剧里面就是 孙宣恩仲第二儿情长 指的就是父母兄弟 因为他出塞 要和藩出塞 然后就在思念 然后就在唱 然后就这样写 所以孙宣正恩记得 孙宣指的就是父亲母亲 我们都不知道 我不晓得 以前不晓得 南暴春圈之恩 王高纪有说南暴春圈之恩 所以因为我没有看到这棵树的话 乡村没有看到这棵乡村长那么粗壮 我也不晓得乡村可以长这个样子 这个是在淮牙百货 台北是淮牙百货后面有小公园 里面有一棵那么高大的 所以我才看到乡村可以长那么高大 我才知道原来乡村 乡村可以长那么高大 我才会知道说难怪会被称作父亲树 什么后面的小公园 什么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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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亚百货后面 阿亚百货后面 那 世界岩 世界岩是全世界最高的 它仅次于世界岩 它高度非常高 而且仅次于北美洲世界岩 欧亚大部分最高的树种在台湾 那是哪一种树呢 它能世界岩同列为世界四大珍稀 世界岩还有银杏水山跟什么 台湾的台湾山 台湾的台湾山是欧亚最高的 欧洲跟亚洲 除了美洲一半是欧亚最高的 欧亚大陆最高的山 而且它是唯一 它的署名拉丁和署名是用台湾命名的 所以为什么零物局的志工说 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树木一定会 会说台湾山 因为他们认为世界上唯一用台湾当成署名的 就是台湾山 那这一点当然是很独特 很具有特殊性 可是问题是它不是台湾特有种 中国它也有 迅甸也有 那你说台湾很特殊的吗 人家国家也有啊 对不对 可是最早发现是在台湾 这边应该是流山 日本人流山 那这个是台湾山 很像圣诞树 很像圣诞树 灰绿灰绿的 这是台湾山 那这个很明显的 这是流山 这是台湾山 两个树型很不一样 这个刚刚鸡毛膽子的 这个很像圣诞树一样 特别的是 台湾山是病儿时期的绝医的植物 早期在北半球 温带地区 欧阳 欧美 几乎台湾山是非常多 那个包子粉 他们从地址里面的包子粉弄出来 那边非常多 可是现在那边都没有了 那边的病儿时期就是怎么样 就一直往南迁徙 往南迁徙 迁徙到台湾 然后爬到台湾的高山 所以台湾是什么 台湾是台湾山的一个往南迁徙的避难的地方 虽然是全世界只分布在这几个地方 可是台湾的数量是最多的 台湾是最主要的分布地区 那其他地方都是几棵而已 数量非常少 它们那边的稀有的 可是台湾的量蛮大的 那它拿来台湾山的木材给人家做什么呢 台湾山的木材 在做什么 科家人就知道了 钢菜一趟 用拿来做 为什么 因为台湾山很耐水 很耐水 所以早期是做什么 日本人要不来进城 拿来做什么 做什么 做水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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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很耐水湿 后来日本人就讲究 就要喜欢宽木 所以才改成宽木 所以早期是用鸡菜 都是用它的 那鸡菜这个湾是 你看旁边的湾 湾口这个主旨用赤足 气点做湾口 因为气点弹性非常好 所以拿来做湾口 所以他非常耐海虫抗水 耐乎性非常好 真的是水烫的那茶都是用什么 都是勇製的 又要台湾山 台湾山啊 是非常好的 可是日本人把它台湾山叫做什么 叫做阿山 灌牙军的画 他们认为说柳山是最棒的 其实它是最棒的 commodities 你讓劉山在台灣堂來做什麼 在台灣堂來做什麼 做台灣堂啊 滑車嘛